香港第一美女黎姿为何会嫁给一个残疾的老公?原来真正的原因竟然? 黎姿一手经营起来的Cosmex一美集团成功宣布上市 而这家公司正是她在弟弟黎姨遭遇车祸后才接受运营的,如今已足足有十年的时间 照片中的黎姿,穿着一身浅粉色的职业装,岁月几乎没有改变她的笑颜,满满的都是幸福 她发文称,感谢有家人的支持,特别是弟弟,我完成了她的梦 很多人在李姿的微博下感慨,这么多年时间里,她对弟弟的坚持和对梦想的追逐值得所有人赞颂 自淡出娱乐圈之后的这么多年时间里,李姿一直低调行事,却在自己的美容领域里做得风生水起 许多人可能都还记得,那一年在李姿影视事业发展到如日中天的地步 那场突如其来的发生在弟弟身上的车祸事件对她的伤害有多么大 2007年的车祸,将原本预表人才的医美医生李姻变成了半身不随的残疾人 继承他们家良好基因的李姻原本长这样 当时的车祸现场,地上遗留了大片的血迹 警察拿着沾满现血的西装 意外发生车祸的时候,李姿还在外地拍戏 听闻消息后马上赶回香港,面对媒体的采访 她神情呆滞,满脸惆怅,只说了一句谢谢大家的关心 新闻里说李姻受伤非常严重,已达到了重度瘫痪的地步 医生事后告诉李姿,弟弟的脑干,就像月饼一样,被切成了两半 李姿事后回忆起当时的事情,也痛苦到流下了眼泪 李姿从小出生于一个电影世家,爷爷是香港电影之父李敏伟 其创办的电影公司捧红了阮玲丽等人 奶奶是一代电影明星林楚楚,两个姑姑也都是香港TVB旗下的演员 林楚楚怀抱李姿 很多人没想到,出生于这样一个背景强大的电影世家的李姿 进入娱乐圈最初的原因竟是由于养家糊口 原本是孝千辛的李姿,在九岁的时候家到中落 奶奶去世后,两个姑姑争家产争得很激烈 李姿一家四口就搬出了豪宅 爸爸因为脑膜炎失聪无法工作 全家只能靠妈妈当司机赚点工签 李姿回忆那段艰苦的岁月,说爸爸在厨房边搭了个厕所 在吃饭的时候都能闻到厕所味 动视的李姿很快就成了整个家的顶梁柱 一次巧合,李姿得到了当临时演员的机会 一天可以赚三百块 当时还在上学的他,没办法只能带住作业去片场写 哪里都能写作业,马桶盖上我都写过 也就是这部一天三百块当临时演员的片子 李姿被香港影视圈三巨头之一的黄百明看中,立马就签下了他 于是身负让家之责的黎姿在读书和工作之间,果断选择了后者 成名之后,他虽常常表示当时没能好好读书略有些遗憾 但凭级自己的能力一步步工地地读完医科又开了诊所,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他的姑姑们也没能给予他们一家帮助 善良的黎姿也只是笑笑说,可能那时候他们也困难吧 很多人都觉得,也许是小时候的这段艰苦经历,让黎姿承受了太多不该承受的东西 也让黎姿对很多事情的洞悉上都有超越同龄人的成熟 因此他在之后的几段感情选择上,都选择了比自己年长,并且拥有一定地位,或有权,有才,的男人 第一个男人便是比黎姿年长21岁的香港漫画家黄玉郎 这段感情发生在黎姿16岁的时候,也是她的初恋 当时黎姿还进入影视圈没多久惊人介绍认识了黄玉郎 黄玉郎对她很好,还曾经在漫画里用黎姿作为女主角的名字 黎姿17岁的时候,黄玉郎被她在尖沙巨乡格里拉酒店举办了豪华派对 黎姿形容两人出浴室就像正在淋浴室,好动,突然有人拿张棉被来捂住你,好温暖 两人甜蜜时,她对她呵护北质,她洗完头要睡觉,她坚持要用电吹风替她把头发吹前才让她睡 后来回忆起这段恋情,她表示之所以选择年长的人也许是因为缺乏安全感,所以希望有人可以引导住她 而这段恋情也让她被港媒称作《小妖精》 黎姿又刻骨铭心形容了这段轰轰烈烈的初恋,但最后的结局是,黄玉郎和前妻复婚,黎姿苦苦哀求,甚至有过自杀的念头,也没能挽回 她时候回忆起自己当时的天真,以为喜欢一个人就是付出一切,但爱情实际上是彼此的陪伴 初恋及与黎姿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出现在黄玉郎之后的男人是香港富商许晋亨,现在是李嘉欣的老公 许晋亨和刘嘉玲分手之后,就对黎姿展开了梦烈的攻势 还有传闻说许晋亨曾特地买下豪宅送给黎姿,黎姿为了她一度推掉许多邀约还是没能嫁入豪门 对于这些坊间传闻,黎姿后来也做了澄清,她表示,许先生真的非常gentleman,但因为受前一段感情的影响,有些害怕男人,所以便没继续 小编觉得,在黎姿的骨子里,一直是缺乏安全感的,虽然外表笑得永远是那么灿烂,但内心实际上自卑且十分内向 记得林宝已有一次在采访的时候谈到黎姿,她说在片场拍戏的时候,发现黎姿晚上睡觉的时候永远都是灯火通明,甚至还要打开收音机放出声响才行,她很怕黑暗也很怕安静 当时在被媒体称为爱美神的她,身后永远不乏追求者 金融界人士庞维新,牙医中少府,玩具大王蔡志明,香港夜总会之父邓崇光都曾追求过她 黎姿当时说,自己一看就知道对方是不适合自己,也不会轻易开始一段恋情了 在拍珠光宝气的时候,她的弟弟遭遇了人生中最大的一次劫难 拍完戏后,她正式宣布退出娱乐圈,做一个普通人,一心照顾弟弟,并且继续打理她的事业 她和弟弟的感情十分深厚,在家道中落的时候是黎姿一手将弟弟带大,供她读书深造 弟弟长大后,也十分心疼姐姐,开了美容会所之后还和姐姐说要养她 而这次车祸的遭遇,几乎也是改变了姐弟俩的一生 遭遇车祸的弟弟一天住院费用就高达数万元 好在黎姿当时正和香港残障富豪马亭强交往密切 马亭强承诺黎姿,愿意照顾他和弟弟一生一世 帮助弟弟寻找国内外最好的医生 金钱上无限帮助,还专门给弟弟设了5000万的基金 也许是因为这样的真心打动了本来就缺乏安全感的黎姿 又或者是出于报恩,很快,他在08年底嫁给了比他大14岁的马亭强 据说两人认识之初是在一次聚会上 黎姿不知道马亭强是谁,只是看他上扶梯的时候有些困难,便扶了他一拜 马亭强便从此认定他为妻子,一追就是六年 求婚的时候也是,当时马亭强想下跪向黎姿求婚,因为他腿脚不方便,黎姿拦住了他,说,求婚是吗?我答应你 不要跪了 婚后,马亭强也是给予了当初承诺黎姿的一切 在嬉心照顾下,原本徘徊于生死边缘的黎姿的病情也逐渐好转 经常能看到养人带住行动不便的弟弟逛街,吃饭 回顾黎姿这前半生,从小时候放弃读书进入演艺圈,到今天完成了弟弟这一生的梦想 有人说,他几乎为了弟弟奉献了自己所有的一切 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如今他和马亭强已有三个女儿,其中一对还是双胞胎 任何时候被拍到,他都是充满了笑意,幸福洋溢 他说自己的人生就像一出戏 尽管许多人都觉得很诧异 一代女神嫁给了并不与其般配的残障富豪 但他仿佛一直在用自己的行动和状态说明,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 只有内心足够强大,才能拥有最珍贵的幸福 第一天 第一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